这是一盆红羊球盆景 表面看着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就是一个球形 可是 不快到根部 长出了一坨 看起来天然形的一个像石头一样的 让人难以驱使的 作为一个球来说 有点感觉有点浪费 朋友们好我是阿土 这盆红羊球表面看的是一个 一个球形的 红羊确实很多都是做球形的 要好看一点 但是这一盆红羊球 它确实跟普通的黑树桩 就不一样 它从旁边长了 它长了一个类似于甲山的一个分支出来 看起来很特别的古老防腐 所以这颗球的话用来做球形 这个桩用来做球形感觉有点浪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树桩 还有没有另外的一个方法 塑造一个更加高端的红羊球 一起来看一下 这颗红羊球 它的特殊之处在这个树头这里 树头这里多出了一块类似于甲山的东西 天洋形成 这棵树能够拔出来 然后做成一个悬崖状的盆景 拔出来把这一批全部修剪掉 做一个悬崖状的把这个凸显出来 是否会更好 男女骑士 这样子它作为一个球形来说 看着实在是有点普通 就是一个普通的红羊球 红羊球 最大的特点应该是这个 天洋形成的这个分出来的这个头 当然还是得把它拔出来 重新换一个盆 做成悬崖状的 朋友们有什么好的意见 欢迎留言指导一下 看起来 为什么 看一下 我说